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鲤鱼 今天我们一起来当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检员 为什么特殊呢 要携带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眼镜 引入了最新先进的这种系统 我们能透视 能透视 我知道你们肯定想要做什么 看 是不是跟你们想象的透视不太一样 没错是X光透视 我们直接能透视整个人体 人体的内部结构 那么这次禁止携带的物品是什么 一燃一爆的东西 还有小刀 主要是小刀 大哥你肺里面有只龙虾你看不到吗 你这个胸前有双截棍的 这帮人都疯了吧 香蕉是整个吃的都不扒皮的 还有打火机 什么茄子 打火机 这只是打火机吗 好像不是 小刀子 手枪 塞到了脖子里 但是我不能点 知道吗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 你不能点错 点错了就重来了 所以说手枪就让他进去 你那跟 钉钉上面挂着一只鱼 小刀在哪里 你们这一下过来太多人了 没办法分辨 完了漏掉一个 完了漏掉三个我就跪了 双截棍 手榴弹 把那个弹的和弹的连在一起 小刀我看到你了 你别给我过去 选到一个正确的 你慌什么 成功了是吗 那么现在它显示的是第二天 第二天 这次是什么香蕉 茄子和双截棍都不能通过安检 能给一个理由吗 你为什么有蝴蝶 你们都是肾中间有手枪的 太厉害 这是茄子吧 你是茄子吧 我找对了 我看一看 这什么怎么有老鼠在里面 你是平头哥吗 那个东西 我感觉像平头哥一样的 哇 怎么还有蝴蝶 是什么 香蕉 香蕉也不能过去是吧 我刚才是我把香蕉漏过去了 没有没有 这些人没有香蕉 茄子双截棍都不可以 怎么还有小耳机在里面 哦双截棍 你是双截棍 你是茄子 都不行 完了 怎么这么多挫过去了 完了 你怎么走太快了 我要跪掉了 你不赢过 还有 你不赢过 哇 差点漏掉一个 还有谁 还有谁 哇 真的很烦的 如果重来 如果能重来 怎么还有龙虾的 好吧 这次应该是过了 怎么有个人卡在这里了 你在逗我吗 他这里 他啥也没有啊 那你能不能走啊 兄弟 你能走出去吗 哦 他自动消失了 好吧 那么这次的飞机 我们就当一个这个 航空安检员吧 就不当什么地铁 高铁啊 高铁的 我们航空安检员 现在呢 哇 两边都有乘客了 这个难度很大了 这次是什么 蛇 虫子 还有龙虾都不可以通过 我的天哪 这有点 这是蛇 我看到蛇了 不是 那太快了 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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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子在哪呢 虫子在哪呢 我看不到 哦 这是虫子 这是虫子昆虫 哎 这不是吗 太多了 哎 还有什么来着 我这个记性不太好 蛇 蛇 龙虾 这里有 有只蛇 我看到了 别别别别 挤我 完了完了 那个人要逃跑 看他很慌张 哎 很慌张 你不行 这个 这个人 铅笔无所谓 哇 龙虾不行 哎 有只蛇 我差点漏掉 这个蝴蝶 是不是他要说的虫子啊 我不清楚 反正他现在过去 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错误提示 就应该是 没有什么关系 哇 这怎么撞跑了 是不是给他撞跑了吗 撞一下 哦 一撞成就跑了 OK 那么这次是什么 X X是 是鸡蛋吗 还是手榴弹的意思 我不太清楚 哇 他妈这么多手榴弹 哎 What 我失误太多次 所以说 我需要 我需要 重来 那是手榴弹的 那一排的手榴弹兵啊 那是一个兵团吧 怕不是一堆特种兵 入侵到这个地方了 你们都不让我去弄吗 我又重新来到了第三天 又要了 开始来找这个 蛇 龙虾 这是龙虾吧 哇 这有点多耶 哎 我选错了 不可能啊 龙虾 这这还有个龙虾 哇 还有昆虫也不能错过 哇 这个游戏需要很大的注意力集中啊 没有违规人员了 啊 香蕉不能带进去 龙虾不能带进去 你们就是不能吃海鲜是吗 我就明白你们这个意思 就是不让你们吃海鲜 哎 你们都走错地方了呀 终于来到这个第几天 第四天 找鸡蛋啊 鸡蛋 不是手榴弹 鸡蛋 而且看起来很像鸡蛋 它是手榴弹 你就可以过去了 啊 没错 你去轰人吧 这什么东西 这是手榴弹 哇 又找鸡蛋 这太恶心了吧 这帮人全都是带着像鸡蛋一样的手榴弹 这是鸡蛋吧 我没有看错吧 哦 对了 一定要找这种大个的 是吗 哦 这是手榴弹 哇 很容易看错呀 这个东西 这是在逗我嘛 这个人也带着鸡蛋 哇 你们都挤在一起了 很容易选错的 哇 他们就感觉好像是 本 哎 我错过了一个吗 我出错了一个了吗 没有啊 还有吗 应该没有了 你们的蛋和鸡蛋都融为一体了 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手榴弹就可以进去 鸡蛋就不让 哎 他们好像我检查了三四五遍 都是没有鸡蛋的人员了 他们都是有合法的蛋的 没错 你们什么时候消失啊 你们什么都没有了 还不消失 你们站在这里面壁撕过的吗 你从你们掌呢 哦 还有吗 第五天了 智能手机不让带 我的天呐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啊 我们坐的是什么飞机 不让带手机 哦 这什么东西啊 哇 你这胃里面什么都有 怎么走得越来越快了 这就很恶心呢 哎 还有小鸭子 这么多鸭子 你们你们干了什么 智能手机在哪呢 我只看到鸭子了 哦 这个是手机吧 这个 这个手机 我发现你了 哦 对了对了 他有的时候可能长得像火柴之类 我就认证手机了 你们不许带手机去吃香蕉 也不许吃龙虾 你们就是这一群难民 你们可能要去一个世外桃源之类的 哦 我的天呐 他也有手机 我眼睛真尖 我的天呐 上哪儿看去啊 这个人也有手机 哇 这太危险了 全都被那些小鸭子给挡住了 根本没法去看 谁有没有手机 哦 这个人 这个人也有手机 哇 我这个眼睛真的透视眼 要瞎掉了 哈喽 你们在干嘛 这行班要起行了 偷偷的研究 怎么把手机带进去吗 没有用的 你带手机了吗 我觉得你很可疑 你很可疑 哎妈呀 你那个食物都怼到肺里 都怼到嗓子里了 哇 我竟然漏掉了一个 哇 没关系 我们挺到了第六天 这次是小黄鸭不准带进去 连儿童玩具都不能带进去 那时候小黄鸭可以制造出一些什么危险的东西吗 小黄鸭不许过 哎 这都是小黄鸭 这福利关卡吧 这遍地都是小黄鸭呀 哇 这是匕首速了吗 难道 哇 它有些是 有些不是小黄鸭 有些是冤枉的 那我在中间就可以了呀 哇 小黄鸭不许过 哇 这么多违禁的人员 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能照顾一下我的工作吗 哇 这都是 我得快点跑那边 那边是不是有往那边走的 好像没有 都是往那边来的 全是小黄鸭 这些人都不许过去 哎 我差点点错 我差点点错 哇 这个 有点难 有点难 哦 兄弟们 你们不要这么对我 哦 他们怼在一起了 还可以 还可以 哦 我点错一个 不要这个样子 我冤枉了一些 没有带小黄鸭的人 哦 这边的人明显多呀 明显多 不行 我得点这边呢 啊 兄弟顶住 顶住这帮人 没错 哇 就剩下这堆人了 你有小黄鸭 他们肯定是日乐狗了 你们在哪买的这些小黄鸭呀 是不是哪个地方的竞争对手便宜的都送给你们了 你们就这样对我 what victory 这个游戏还有victory的 我是完成了所有的关卡 我是一名合格的安检员吗 其实我先很欣慰 我保证了所有的危险物品都拒之门外 把一些合法的安全的东西送到了机场 比如说什么手榴弹什么的 手榴弹手枪 我都把它们放进去 我按照他们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做的挺棒的 肯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的 OK 我们今天这个X光安检员就到这里了 这是一个纯属恶搞笑的游戏 非常感谢来收看这些视频 如果说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帮我视频下方点一个赞并且免费订阅 或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收藏并且转发我的视频 对我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么记住每天要保持微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